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 很开心跟你在CGN中文台见面 今天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知道 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带领 我们没有一件事情 是在上帝的计划 跟上帝的掌管之外 《使徒行传》六章 八到十五节 斯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的大骑士和神迹 当时有称利百蒂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亚利山泰、基利加、雅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 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 放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 就忽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工会去 设下假见证 说 这个人说话不住地遭见圣索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的人耶稣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工会里 作者的人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诗经传》第六章 让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 在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带领之下 有很大的成长 成长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 但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姐妹 他们就来面对问题 能够发挥上帝给他们的恩赐 解决问题 教会继续的成长 然而就在教会成长得非常美好 福音很快的传出去的时候 也结束了很多的福音的果子的时候 逼迫就来临了 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八节说 尸体反满有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 当时有称历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 和尸体反辩论 他们辩论不过尸体反 第十一节说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 棒堵摩西和神的话 被诬告 尸体反满有圣灵的能力 把福音传出去 又有医治行神迹的见证 但是顽梗的人 就是非常的顽梗 不认耶稣基督 是他们的救主 反而把传讲耶稣基督 福音的蛮善良 蛮忠诚的尸体反 将他诬告 将他迫害 十度行传第六章 第七章让我们看到 尸体反对上帝的认识 非常的深 将旧约中的福音 阐明出来 然而即便他阐明的 非常的有圣经的根据 也合乎上帝在 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计划 然而抵挡神的人 终究是顽梗 背逆 而传扬基督福音的 美好的仆人 反而受到了当时的迫害 甚至殉道 失去了生命 他的家人是何等的伤心 教会也痛失了 一位非常美好的人才 这也是何等的让人感到挫折 然而上帝的计划 就是要 他的仆人 在遭遇 逼迫困困难的时候 福音能够在苦难逼迫当中 不但没有被压制下去 反而在教会遭遇苦难的时候 福音能够更快更广地 传扬到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这是上帝 自高 自美的 美意 不是人 的意思 是上帝的意思 15节 记载到 尸体反受逼迫的时候 他的容貌非常地美好 也反映出他的信心 和他的心情 和他的态度 就是第六章15节说 在公会里作者的人 都定睛看他尸体反 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使的面貌 是什么样的面貌 我们也问问自己 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 做基督徒 我们在家中 是什么样的面貌 我们在教会中 是什么面貌 我们在公司当中 是什么面貌 我们在顺境 美好的处境的时候 是什么面貌 我们在困难 逆境当中 是什么面貌 圣经上描述 外邦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看到尸体反的时候 说他见他的面貌 好像一个天使的面貌 是属灵的 是上帝的猜忆 是上帝的服侍者的 仆人的一个面貌 我就想这个天使的面貌 至少应该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 非常的顺服 安详 上帝要他做什么 他都很知道上帝的美意 信任上帝的去顺服 天使的面貌是什么 天使的面貌就是 感受到他的服侍 很有价值 以至于很开心的 去服侍上帝 是顺服上帝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样的一个信心 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面貌 天使的面貌是什么 天使的面貌 都了解上帝的 慈悲慈爱的心意 就是上帝要爱人 要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天使的面貌 就是一个 看到人的灵魂 非常的同情 非常的希望 他们能够回到 上帝的慈爱当中 上帝的救赎当中的 这一种心情的面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同意吗 因此我要跟你互相的勉励 我们的基督徒的面貌 在家中 不要跟在教会的时候不一样 在公司 在做苦工 在面对公司 很大的难题 在别人都 不是很合作的时候 心态也不是很正确的时候 我们的面貌 不要被人改变 也不要被 环境所扭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司提反这一位 忠心良善的仆人 他的面貌始终是 安详的 喜乐的 满有慈爱的 愿上帝的话 也鼓励你 也鼓励我 无论我们遭遇什么 我们心怀着 上帝的信心 上帝的爱心 上帝的盼望 我们有美好的 天使般的面貌 来做人 处事 有一天 很多的人 也从我们的身上 看到上帝的美善 来追寻上帝 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今天你让我们看到 你的忠心的仆人 为你受苦 受逼迫 甚至殉道的尸体反 他在教会当中 服侍人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 得到众人的喜悦 他在遭受逼迫 很难受的时候 很多人说 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 说啊 我也很羡慕 这样的生命 求你把这样的生命 也赐给我 赐给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好朋友 让我们这一生 都能够荣耀你 都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求主垂听 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